44岁苏提达造型翻车 沈维尔万里福又土又村 像极了90年代新娘子 马哈瓦吉拉龙宫是个花心的男人 后宫拥有33位嫔妃 争其斗艳好不热闹 为了提升自己的民间支持力 马哈国王被迫血藏德国后宫团 居然身边只留下苏提达一个人 44岁的苏提达造型翻车 沈维尔万里福真是又土又村 像极了90年代新娘子 看来王后的审美退步了 不光没有一种惊为天人的感觉 反而让读者们觉得有些用力过磨 前段时间 施妮娜被传回归 给了王后很大的压力 各路媒体也是跟风报道 苏提达王后加冕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但是却经常被推上风口浪尖 可见泰国后宫就是个是非之地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泰国地后从王座大厅出发 乘坐御车前往曼谷瓜吞旺区 先罗百利公购物中心六楼 参加了皇家电影展 但是苏提达的新造型显然翻车严重 熟悉泰国王室的读者都知道 苏提达每次亮相公务的时候 大部分时候都会选择泰式礼服 既可以对外宣传泰斯 也能够激发自身的古典美 并且还备受粉丝们的追捕 此次王后参加皇家电影展 一袭红色深立礼服出镜 但是却被网友吐槽又吐又村 最根本的原因是 44岁的苏提达发福严重 换上近身现代礼服后 显得臃肿不堪 根本没有一国之后的高雅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 这根本不是苏提达第一次 身穿红色现代礼服 但是早已今世不同往日 前年的新年赫卡 太王和苏提达一同出镜 王后身上的红色身 万里福燕京四座 现在却起到了反作用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现在曝光的只是路透照 跟皇家摄影师的精修照 根本没发明 只能说岁月是把杀猪刀 就连泰国最美王后苏提达 也难逃时光的侵蚀 状态越来越不如从前 看来女人最大的敌人果真是时间 希拉米是曾经的后宫第一美人 人到中年还是发福和变仇 当初年轻貌美的苏提达成功上位 现在自己也面临同款窘境 不得不感慨一句 苍天绕过谁 神力晚礼服又徒又村 用力过猛 反倒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看来苏提达太想吸引太王的注意 王后的最新造型之所以翻车 根本原因是发福变胖 此外配色也有些艳俗 难怪不少读者纷纷感慨 苏提达换上这条大红色的晚礼服 像极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年 不光没有太多的时尚感 反倒免得有些乡涂气息 跟王后的身份很不般配 即是翻开苏提达的衣装 还是最适合泰式礼服 古色古香无比惊艳 但是王后显然有颗长鲜的心 每次试穿现代礼服的时候 总是会整出不少妖蛾子 苏提达王后是中泰混血颜值不低 但是本身也存在很多的短板 找到适合自己的礼服才会好看 显然苏提达跟现代礼服八字不合 每次想要换风格的时候 都是恶平如潮难以为继 仅仅才几个月的时间 苏提达的纤细身材就消失不见 变得越来越臃肿和肥胖 从王室发布的公务照可以看出 苏提达是典型的离形身材 脂肪已经全部堆积到下半身 失去了原本的轻盈感和少女感 好在马哈国王并没有怪罪王后 并且递后还暗戳戳秀恩来 苏提达一袭大红色身维里服出境 马哈国王就换上了铜色系的领带 也算给了军方一个脚带 苏提达这段时间连轴转出席公务 不光没有轻瘦许多 反倒越来越发福和油腻 看来王后心情愉悦 已经在泰国后宫一家独大 反倒不再注重身材管理 曾经苏提达被禁足三次 从瑞士返回曼谷的时候 瘦得皮包补 甚至连礼服都撑不起来 如今的王后显然心宽体胖 不再注重形象管理 怎么开心怎么来 泰国后宫真穷转备受瞩目 大众都等着扭呼鲁西拉米妇宠归来 现在看来已经完全没有可能 苏提达如今已经吃定了 泰王不会换王后 因此才会如此肆无忌惮 甚至已经放弃了身材管理 马哈国王虽然已经七十岁了 但是风流倜傥难以捉摸 苏提达不应该这么早卸下防备 努力了十多年才坐稳王后的宝座 更加应该懂得聚安思威 而不是消耗大众对自己的好感